欢迎回到展览的世界 周杰伦和太太昆玲 已经有个漂亮女儿了 传出想拼个儿子 所以找了知名中医吴明珠 不过经纪人说 没听过他们提到这一家中医 的确有在服中药 调身体 严宜轩喜事连连 对于生孩子的事 周董始终有计划 虽然已经有女儿小周周 但曾说过要生五个 祖乐团的周董 这回不只要心里想 还找上明中医师吴明珠 这个有关于病人隐私的 这个部分 我们都不予评论 不方便回应这样 对于传言 中医师不愿多透露 但根据周刊报道 周董夫妇生下女儿后 就计划再拼第二胎 无奈昆玲被诊断出 罹患多囊性卵巢症后群 只好放慢脚步 优先调养身体 所以找上中医药方 这个叫做女真子 虽然不愿透露 是否有帮周董昆玲看诊 但中医师吴明珠 也大方透露 生而药方 也让这传闻 变得煞有其事 对此经纪人表示 的确有服中药调身体 但没听艺人说过 有去找吴明珠中医师 而近期演艺圈 可说是喜事连连 陈延熙大方晒出一家三口的首部合照宣布 儿子诞生 另外还有Ella也怀了男孩 而贾静雯则是怀了女孩 另外和霍建华才结婚没多久的林心如 近期也被拍到怀孕 还曾在粉丝团po出粉红色气球 也让大家都在猜 是否怀的是女儿 TVB新闻装配的郑翔台北报道